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的 今天是以上式游戏试读 是由大厂推出,走独特风格的 神抉者Dislay 游戏于5月10号正式在国际服上攻测 开发商是中国的莉莉斯 并在今年4月成立Farlight Games 作为产品在全球推行的品牌 关于莉莉斯,最早是靠DOTA传奇闻名 由台湾的热门科技代理 于2014年上架 该公司在2015年还发生掏空背后金主的案件 而到了2017年,则改由光谱资讯待遇 光谱在早期也是以游戏开发为主 像经典的富甲天下系列等 只是后期就变成代理的形状了 目前主要是代理中国龙土发行的游戏 DOTA传奇存在2015年时 因游戏名称跟角色形象等侵权问题 被Buff跟Breather控告 后来在隔年三方达成和解 而游戏名也改为小冰冰传奇 这款游戏应该不用多做介绍了 在当时很有名而且还办过比赛 《日立斯旗下》也还有其他知名的作品 例如像2019年的《万国觉醒》 之前在以主旗逼的影片中有提过 主攻策略的玩法 曾经也找邓紫棋代言过 另外就是同年上架的《剑语远征》 当时还要找清风以及罗志祥 aka时间管理大师代言过 这几款也是因为营收表现亮眼 立下指标 成为中国同行的学习对象 而目前《莉莉士》的游戏 都是由台湾的奥瑞籍代理 那回到《神觉者》这款游戏 玩法为常见的回合字卡牌游戏 看到宣传特别强调音乐元素 让我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一款音电 起始画面的设计也蛮特别的 还可以点播换音乐 搭配角色起舞增加动感 不过只能在这边听 没办法带到其他界面去 美术的画风才有美式风格 以及结合流行电子乐等 人物设计也融合中西方的神奇 力会建模上也算不错 也有将细节带入 虽然有些角色外观上是蛮奇葩的 整体在目前市场上是蛮特别的 战斗上是常见的回合玩法 大招技能有动画演绎 虽然有时有有时没有 不知道这触发条件 就随人看吧 有自动战斗 如果体力多却不想花时间盯着的话 也有重复消耗体力的模式可以使用 抽卡界面也蛮酷炫的 结合游戏主题的刷盘模式 虽然还是只会出垃圾 养成方面目前还算简化 除了等级以外 主要就角色技能 觉醒 装备这三项 但因为是体力制 要花时间慢慢干 课金方面 这游戏毕竟比较偏向单人像 逼课的感觉有少一点 我唯一不太喜欢的 就是会不定时跳出来的课金广告 结论 DJ Draw a Beat 其实在核心玩法上 还是逃不出魔灵召唤 这老大哥的影子 除了美术跟音乐以外 还是少了点创新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属于中规中矩 未来可期 而毕竟放置还是有喜欢他的受众 但对于我而言就稍嫌补通了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去尝试看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